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今天又到了我们网友最喜欢的格局时间 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两个格局 里面呢会是很常用的 很多人可能觉得同样的星盘 可是他不一样的星药组合 坐在命宫的时候 他的命财观看起来都一样啊 但是他中间却会有一些细腻的变化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两张相同的星盘 所谓的星盘 就是十四祖星坐落的位置一样 那透过这两个组合来让大家对于 即便是同样的星盘 可是他不一样的星药坐在命宫 就会有不一样的解释跟不一样的意义哦 今天呢来介绍两个组合 一个组合是 意思就是说 子微星呢在这个地子微五的这个位置 如果没有遇到煞星的话 其实这个煞呢大家都会误会是七煞的意思 那这个煞其实是煞星的意思 再来七煞星呢也不会在五位跟子微星同工 这个时候呢如果子微星没有遇到煞星的话呢 就很不错哦 可以位置公亲 就意思是说可以当到大官 公亲呢在古时候是大官的意思 所以还不错的一个格局 应该说很棒 那他下面的注解是写说 意思是说呢 子微星在五位安命 那对公呢一定是贪狼星 那子微星呢具有领导的才能跟这个珍贵的气息 那在外面呢又是贪狼星 语言为善 那善长交际也很好相处 这样的话呢其实就降低了这个子微星 菇的这个部分 他的财伯宫呢是做五曲天象 假年生的人呢 财伯宫会在这个影的地支位这个位置 会有一颗露存星 五曲星呢他是财星 然后对应在财伯宫上面 那财伯宫上面呢又有一颗露存星的时候呢 这样的人呢他的理财能力不错 又能修正他的这个不好相处的状态 对公福德宫是破均星 那来财方式呢有理想 然后也敢去追求 机会可以为自己带来还不错的这个财富 那在关禄宫的部分呢会在虚位 连真天府同宫 这也是连真心一个最好的一个组合 因为连真心呢他怕煞技 那天府心呢他有化大为用的能力 来守护这颗连真心 让连真心呢他即便遇到煞技的时候呢 相对的稳定 那假年呢连真会化露 形成连真心白格 是让连真心可以又连又真 还有天府心在辅佐他的话呢 这样状况就还不错 那对公是七煞 能够在事业上呢 谨守本分之外呢 又有坚持又有谋略 当然有机会做到 不错的这个观直观位 丁年跟几年生的人呢 五的位置会有一颗露存星 那露存星呢是陈旺主星 我们这个主星是紫微星 它可以增加紫微星的优点 同时呢也让尊贵地星呢 身段更加的柔软 与人更没有距离感 几年的舞曲财星又化露 对应在财博宫上面 那因为自己的理财能力很好 可以为了自己带来还不错的这个财富 那财狼化全在轻移工 在外呢又有人缘 那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也可以掌握得很好 这样的组合呢 是不是看起来就还蛮不错的 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财狼星呢在外面的话 其实对于紫微星的这个帮助呢 相对的比较大 因为紫微星我们知道 它是地星 它会比较菇 那财狼星在外面的话呢 可以圆融的这个紫微星 这个菇的这个状态 子之入阁主大柜 这就是说紫微星做命呢 在三方四正之内 有这样的组合的话呢 就有地位有财富 那其余工艺主富足或小贵 即使呢他在其他的工位呢 运献走到没有煞技的时候呢 也能够富足或者是呢 可以小有成就 老做人钱有花在刀口上 而且工作上面又很懂 跟人之间相处的方式 感觉简直就是美妙到不行耶 加上刚刚嘉瑜老师讲的给他 足够的条件 众人不当大官谁当大官 那如果没有 可是只要不要缝煞技 他其实有小富小贵 下一个格局呢 是天府灵虚 有心 无妖精一子 这个就是天府心呢 在虚为安命 天府心呢 在斗树当中 其实他也是一颗地心 那我们赋予他是王爷的这个形象 那这个注解是说 假如假己身人 安命虚功直之 以此断家不适 要有奎月左右 陆拳主大父 如无此 吉星亦平常 天府心呢 会在虚为安命的时候呢 会是 连真天府同工 最功呢 会是七大心 那连真心我们刚刚有提过 连真心的一个双心组合中的最好的组合 就是连真天府同工的组合 那因为呢 连真心他怕煞技 那天府心呢 他有化煞为用的这个功能 让连真心即便遇到煞技的时候 他也相对的状况会比较稳定 那对公是气煞心 他内心坚持又有毅力 假如假生人命虚连真化禄 这样的人呢 其实他的个性上有自我的要求 也有自我的规划 以及天府心的这个运筹帷的这个能力 很有能力的去巩固 他自己绝对要守护的这个领域 那对公呢是气煞心 对于自己认定的目标 坚持到底不放弃 关禄宫呢 是五曲天象 隐蔽的时候呢 会有一颗陆存心在这个关禄宫上面 陆存心一样称望我们的主心五曲心 那在工作上呢 除了增加五曲心的务实认真的 这个工作态度之外呢 也能降低五曲心的 刚毅不好沟通的这个状况 又有天象心的辅佐 帮助他在周边的人际关心上的一个拓展 对公破均画拳 大破大力之心呢 霸拳可以让这颗心要相对的稳定他 破均心敢拼又敢冲 在工作外面呢 人员又很好 又好相处又有梦想 关禄宫这个时候又有画科 代表说呢 他在工作上务实认真之后 得到名声 领域上面又有一颗陆存心 所以又有机会可以得到财富 几年生人呢 关禄宫五曲画禄 在工作上带来不错的这个机会 那财伯宫上面又有一颗陆存心 要加上自己有才华 有谋略 又可以为他带来好的机会 可以赚到钱 依此断家沙不是 这个沙呢 一样是 杀心不是欺杀的意思 要有魁月左右陆全 主大富贵 如无吉星亦平常 如果有会到吉星 天魁天月 主府右臂的话呢 有贵人提膝帮忙他的话 这样更好 或者是画陆画全 有多出来的好处 以及多出来的这个权利 那即便没有会到的话呢 其实也是还不差的 丁年生跟几年生的人呢 财伯宫都会有一颗陆存心 古时候的人啊 就充满陷阱 而且啊 你看哦 刚刚啊 他是命是坐在五的指挥 可是现在命是改坐在虚位的脸府 所以当他的十二宫坐落的位置 不一样的时候 给予他的元素不一样 感觉就会不一样 刚丁年生跟几年生的人 跟陆存心的位置是 跟子卫放在一起 然后他是父母宫的地方 有秦阳 是 古时候你看父母宫 就是爸爸很凶 是不是很正常 可是放在脸府坐命的时候 他变成是紫田县上面有煞 那他紫田县上面有煞的时候 你就要去对应 其他心药的四话 所以当他丁年生的时候呢 是不是聚门画祭 那他的对宫呢 又有一支晴阳心的时候呢 变成他跟家人的相处关系 不会太好 那他在外面呢 他已经是七杀心了 一个很敢拼敢冲 很坚持的人 然后只做不说 在外面又得不到援助 因为自己的个性的关系 在家中又没有温暖 那这样是不是对于 他在事业上 整个运势上 就没有形成一个 比较好的状态 两个心盘坐落的位置 是一样的 十四祖心是一样的 可是当他不一样的 宫位坐命 不一样的心药组合坐命 再搭配不一样的天罡 跟不一样的石化 就会给他不一样的元素 一个就是丁年生 还是可以很好的状态 可是一个丁年生 状态就没有很好 因为一个只有爸爸很凶 可是另外一个是 在外面呢 可能遇不到一个好的帮助 然后回到家呢 又得不到他的温暖 感觉就是 一个只要需要对待 很凶 可是不善言辞的爸爸 可是另外一个是要对应 全家人之间的关系 都没有很好 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 可以让网友们更了解 即便是一样的心盘 可是不一样的组合 不一样的心药作命 不一样的天罡 不一样的四话 就会有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的话 帮我们分享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利用紫围斗术 改变命运状况 改变自己的人生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书 谢谢